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我是莎莎 暑假大了 但最近也常下雨 今天就在家來試試看 非牛燉牛蹄吧 要準備的材料很簡單 我們需要一個空碗 加入一些水 再倒入太白粉 製作出來的太白粉容易 就是一種非牛燉牛蹄喔 太白粉和水的比例 大概是2比1 如果水太多 就不容易呈現非牛燉牛蹄的特徵 所以大家可以自行的調整比例 就是一個水 小火鍋 再加一加水 1枚刺激 1枚刺激 2枚刺激 3枚刺激 1枚刺激 3枚刺激 1枚刺激 2枚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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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枚刺激 2枚刺激 那什么又是非牛顿流体呢 它主要的特征就是流体的粘度 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是速度而产生变化 压力越大 粘度就会增加 导致它会形成一个暂时性的固体 所以当我们用力锤打非牛顿流体的时候 接触面因为压力大而粘度增加 拳头就没有办法进入非牛顿流体的内部 也就不会沾上太白粉了 中文字幕开放 里面可以变化 中文字幕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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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也可以慢慢的撈起太白粉容易 在手心上時可以快速的捏它 讓它形成暫時性的固狀 放開手,太白粉容易就會很快的恢復流體狀 從指尖流掉了 大家也可以像做史萊姆一樣 加自己喜歡的材料進去 看看還有什麼變化喔 那在這裡跟IG我就想要徵求大家的暑假作業 在這裡留言告訴我你的暑假作業是什麼吧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記得按讚留言分享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拜拜 點讚 君, אני喜歡那一下 zę